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新竹县推动青年创业培育 安排系列辅导 企业带路 竞赛活动等 成功辅导了七家新创公司 在竹北举行成果发表会 颁奖优秀新创团队和学生创业挑战赛的冠军 新北市长侯又宜也来到了新竹县 进行青年事务政策交流 县长阳文科业一颁发优秀新创团队 以及大学生创业挑战赛前三名 肯定年轻人创意无限 为新竹县注入更多发展能量 青春亮点资来提出来 刚刚也颁奖了八位 他们是把他的点资提出来得奖的 这个我们就是创新 Innovation 这个点资要变成收益变成营收 有钱赚了 这个才是有用的 在竹北举办新创家年华 县佛透过企业导师以大代表 成功辅导七家新创公司 最后由麦克电子指导新创 某进材料 解决水进化问题一举夺魁 未来将链接国内外创投和产业资源 向国际市场迈进 而学生创业挑战赛部分 则由清华大学的Vilcast 以一阵式网路问卷设计 从八组团队中拔的头筹 荣获十万元奖金 第一个就是资金的部分 相当务实就是 这次提供的奖金是蛮 额度蛮高的 那也会变成我们第一笔拿来运用 在我们创业计划的资金 对我们来讲相当的重要关键 所以我觉得跟在地的产业有连结 这是很棒的 然后也有学校的连结 也有这个 这个在地产业的连结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会点新竹提供很多新的机会 现场多家新创公司发表年度成果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率队 看新竹县交流青年事务政策 达成学生社团交流 推动青年公共参与 新创辅导资源共享等三项合作共识 培育他未来的他的方向的样子 所以青年事务科把它放在交流 就是对的 所以才有社团 社团其实就是多元性 你让他去找 然后从社团的差力跟分享里面 把他的领导跟管理也好 他的专业也好 后市把他的现象就可以找出来 两县市西手类挺青年创业 县府安排一系列辅导 企业带路迎对培训和竞赛活动 青创点睛竹梦成金 不但打造出在地的AIOT创新生态系 更活络了新竹县科技创业的风气